现在我们正在讲法王如意宝 在美国第一站夏威夷的这种 在夏威夷 在那里待了四天 今天是文殊菩萨给的文殊菩萨 这里前面文殊菩萨值得法王 当天下午应该是8号 18号当天下午法王传闻菩萨节 本来应该好好地休息 他消除视察 美国和这里的视察还是比较 前面也讲过 但当地的很多人牧名而来 要想见见法王 然后法王要希望得到法王的战胜 然后法王的话也是开训 其实法王出去的时候 不管见什么人的话 只要不休息的话 都还是说可以的 其实是见上师是应该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话 就是只是见一下 我们有时候会说是见不见一样的 但实际上有些是见了一些高僧大德义户 他真的种下善愿啊 就是自己去学佛 这个是很有很有意义的 那么特别是西方人呢 就是他们都希望这个问问题 问很多问题 可能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经常抱佑啊 就是求佳子发财啊 求佳子平安啊 求佳子这个家里和和啊等等这些 那他们的话呢 就是各种问题 就是关于方恩人的问题啊 关于拿荣的问题啊 关于藏地的问题啊 有很多问题 记得有一个人呢 就是问法王 就是在文革期间呢 听说你在藏地的山洞里面修行 当时洪鹅病呢 就是把你拖出来 但你一下子就把这个身体呢 就是变得特别特别重大 就是有重有大 就是那他们呢 就是根本上就是拖不动的 就是没办法的 那你是这么做到的 就是当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嘛 然后法王呢 就是嗯 其实在专辑当中也没有这么完全 就这个可能不是完全这样的 就是只不过是 法王当时没有见到的啊 就是法王的念就是 显得就是种的特别厉害啊 就是就好多这些吧 但这个呢 不知道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 大的也讲法王的故事 因为法王的故事 也不仅仅是一个传记里面说说的呢 就是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当时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法王可能在不同场合当中 也可能讲过 那么这个时候法王说呢 就是这是这个 那些人呢自己啊 就是这是就是那些人自己的现象 而已 我只是在跟他们就是玩游戏 法王也好像呃 奸起呢 就是已经承认了 就是我就给他们就是玩游戏 就是这是他们自己面前先前的啊 就这样就还有一个呢 就是主要是这个米格尔啊 就是米格尔这个斯瓦普 就是他是呃也是嗯 应该他现在还活着的 就是他现在还活着 就是他比我大那个议论 就是他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 呃他是西方人 就是他在尼冲寺的话呢 就是是接待我们 其实呃他还是懂懂一些藏语 就是有时候他自己给法王 就是就说一些 但他的藏语就是拉萨语 有时候法王不是很懂的 就是呃是这样 就是他呃这个他呃 他家人和他们两个都是 听说是现在还在尼冲寺发信 就是呃也是就是人很稳重的一个人 他经常呢就是在法王上课的时候 就是不上课的时候呢 就去找法王聊天啊 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啊然后那个呃就是当时呢 也说是是这个法王给他实现神通嘛 就后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这个稀有 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专门就是派人就是那边采访他 就是当时本来是我去夏威夷大学 就是还有几个学校就是在那里 已经所有的准备好了 就是但这个后来就没有去成 就是没有去成的话呢 就是我就呃就那个时候嘛 就是那个时候都是有想慢慢 就是又把这个写这个2017年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让别人去问 就是问的时候呢 那时候采访的时候是这样子 当时采访的时间是10月20号 然后当时是呃他这样说的 我对这个法王说啊 就是那米格尔说的就是他说啊 你们去五台山这个超胜呢 就是是怎么样 法王说啊那次人特别特别的多 在五台山的这个路上啊 就是尤其是坐火车啊 这个时候呢人就是人们都听说 是我也去五台山就是火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诸位的这个警察都有点紧张啊 这个是确实不说是这个警察 当时中央都很紧张嘛 就是当时中央什么那个宗教事务局的 一个叫做是成了一个副局长 就是他带队 然后我们那个甘子柱的一个 佛教协会的副卫长 就是有个老和尚 然后他们就是亲自到了这个五台山 然后我们在那个菩萨庭的这个上面呢 就是就开始就反正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面对吧 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当时认得来认得特别多 当时汉地很多人呢 对藏传佛教是确实没有概念的 只想呢就是跟着我朝神 就是本来法王就是先去这个朝 朝这些寺院嘛 但法王说说我当时呢就是不想去 只想闭关 其实当时也不准去的 就然后先就是不得不闭关 当时要求我们很多活动 就除了念普贤心愿平衡 这个上面的那个什么菩萨庭的那个活动以外呢 就是暂时不方便开 所以后来说法王我也闭关了 你们也闭关了 就是我们各自都就是突然就在那个山里面就是消失 各自都到山里面去就是闭关 就是各个地方 有一部分呢就是就回来了 然后当时那个弥格尔问就是 那你见到文殊菩萨没有 法王说是是的 就是在山里头闭关结束的时候 我亲自见到了文殊菩萨 这个是法王经常不同的场合当中 包括他的道格里面都已经说了 我知道那次的闭关就是非常成功 就是这个弥格尔又问了 就是那这个文殊菩萨给你 就是给过你什么 就是法王说有啊 然后随即呢在自己的图顶就是摸一摸 一尊就是那么大 你们看那个照片里面就是他有这个 就是他就表示他正在那个时候就是拍照的 就是2017年拍的 就是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佛像呢 就是显出在他的手里 然后他呢就是没有在什么这个宝里照啊 也没有在桌子上照啊 只是在自己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摸了摸 就是自己的图顶 结果呢从虚空当中驱逐了这么一尊 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像啊 就是他是亲眼看到的 那当时当天我是好像不在 就是我是没有印象 就是就可能当时不在呢 就是还是就是 其实我他现在自己也说是 好成就经常呢就是我是在在身边 就是他现在也就是 就是我是当时那个嘛 就是就很多人都不记得 就是就后来问那个就是我自己的时候呢 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当时没有没有看你 就没有就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这样说 但是米格尔斯这个他记得就是 然后他说是当时法王亲自从虚空当中 拿了一个这个佛像嘛 就确实这个以前法王八六年的时候 到国武圣山的时候就是在上面就是 他就拿佛像说 我们看到了 但是这个呢 并没有在他手里面消失 然后就他就摔在怀里 就是然后就是就用一个哈道包起来 就是自己倒上去 就是他这个呢就是虚空当中 就是拿出一个文殊菩萨 而且法王呢就是说是递给我 然后我呢就是双手接过他 然后在自己的图顶上碰了碰 然后呢目不专精的盯着这尊佛像 他很激动的就是想啊 就是这个太特别殊胜了 然后我居然有机会 就是这个 持着文殊菩萨亲手赐欲的文殊菩萨像 就是他把那个他对法王 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 他对他的法王呢 就好像正认为是文殊菩萨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说文殊菩萨 那还是文殊菩萨 也许他可能自己的信心显现出来的 那对佛像是非常精致壮严 然后在手里面的话也是沉甸甸的 完全不是幻觉 就是本来是有些 像有些居士啊这样的话呢 他们可能爱说一些 这个什么没有看到就看到啊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说是完全是没有 而且西方人的性格的话呢 他也不愿意就是受伤到死 就是那种就是他们的 对这个幻觉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特别排斥的 他这个人呢就是也很理直的 然后他就碰了就是三四分钟以后呢 就还给这个法王 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 就是从这个法王的书里来消失了 就是他竟然看到了 其实这个是就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也听说是他当时就这样的 就是后来就是那天就是特意的去 让他们去找 就是找了以后呢 就是西方找到了 找到以后呢 让他就是就真实的经过讲 不要这个快快是什么 就这种扩大夸张啊 就是这些 因为我们真实上落到文字上 就任何这种虚构的原因 不愿意就是放在这个上 哪怕是对上师的这个赞叹的话呢 不愿意就是用这个虚伪的 这个虚构的语言 就是然后当时他见到这个印象呢 他心里想就是这是在现实神通吗 以前我也这个很多喇嘛闭关的时候呢 就是也见过他们的视线神通 但是法王的这个神通呢 神通呢不一样的 感觉有点震撼 就是他当时是有点这个震撼 也可能呢就是因为他的前世 佛藏大师内乱喇嘛有关系 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现在就是不太能有机会看到了 就是我也是很幸运的 当时这些是他的这个原话 就是翻译出来的 就是他觉得呢 就是他是特别幸运 就是说是那天采访的时候呢 就是他也是很很这种 现在也是很激动的 就是把当时的这个很多事 他还是能记得清楚 他还要记得很多的清楚 包括我们就是前面的关卡 就是那个因为脏霸的原因 就是的话呢 他们就等了等了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直是 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们里面和外面 也是没什么 不像现在一样 就是打个电话 我现在就是出不来了 就是他们一直等等 一直等等 到最后很晚的时候 我们才出来 就是他就觉得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飞机都已经降落了 就是然后一直出不来了 就是这是他现在也是觉得 就是这些事情 就是后面可能他还有一些会议 有一些想法 就是这个是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会议的这种过程 就是然后下面呢 就是法王就是下午讲的这个课的内容 这个是主要是介绍大圆满 他的大表题是这样的 然后法王在讲课的时候呢 就是提到藏传佛教的大德们呢 修行菩提心和大圆满 其中菩提心呢 就是上午的时候传菩萨戒的方式 来给大家已经讲了 然后大圆满的话呢 就是本来是第二天是句话呢 就是要讲传输文殊大圆满的观点和引导文 但是这个之前的话呢 就是大家内聪使得很多人都特别就是稀奇啊 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大圆满 而且呢就是对大圆满生起信心的话呢 法王这个当天晚上呢 也就是讲了一段这个内容 就是当时是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假的 就是这个 但是 反是当天晚上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不是免费 还是如果是假的话可以免费的 如果不是假的话呢 就是一般是每一堂课不是这个免费的 就是当时法王呢 就是诸佛智慧 你提心善知无数贪嗔论啊 就是刺刺数字 大而是想生成无道连世王 就是这个是两王神八四的一个定理句 然后下面呢 就是法王当天就是就开始开场是这样讲的 无论是外道徒还是那一套 就是佛教徒在讲法听法 修行任何法的时候呢 首先要立战自己的这个信奉的本尊 这就是数字宗派者的一个普遍的这个做法 根据这一点呢 就是现在我也先就是顶礼了自己的本尊 也就是念化生大生 然后呢就是立世为说法众生 就是发菩提心啊 转法论啊这样 我之前说过 按照佛教不共的这个大乘宗规呢 就是在讲法 还要这个修行正法的时候 一定要发起这个无上的这种菩提心 这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就听法的态度而言呢 就是要在对 要在我是为了就是 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国的 这样的前提下 就是听闻此法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法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给他们讲的是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就本来这是一种演讲 就是在我们藏地讲的话 就是可能不是这样的 但法王跟他们讲的时候 好像确实经常去过西方的一个人 就是对他们的这种 这种思维模式 就是就比较容易接受的 所以后来的很多 我们前面也不是这样的嘛 法王从来都是没有去过西方的话 跟西方人的这种心态 就是比较符合的一种佛法的传法 就比较特别的 如果藏地的话 可能引用很多的矫正 就是推移 就是这样的 但西方一方面是 他们也比较容易的接受 就是比较普通的语言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整理的话 我想你们很多人 就是包括就是对佛教 就是不是特别了解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的话 应该是很好的 然后我们要先发菩提心 就是他也没有说是为了一切什么什么 我们的说法没有这样 在这个前提下 就是听闻佛法 这是很重要 那么听法则 就是如何才能具备上一切众生 获得佛果的这个能力 对此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已经说过 修行九年不如将为一次法的功德大 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在九年当中 这个实地修持的话 也比不上上师面前就是听闻佛法 并思维其一 那么对这个承拔利益众生的人来讲 就是听法 听这个正法 尤其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读起来有没有感觉 好像那个法王的这种平时的 在藏地的这种调达方式 就是藏地是比较跨越的 或者直接讲一些佛法的神的道理 他这里就比较跟我们这个世间人聊天一样的 但其中好像也特别适合他们能接受 不仅如此 佛陀还在经中也是这样讲 为了就是调识这个传属佛法的这个事件 首先是我们这个激发过 吹海螺敲这个法螺 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像 这个就是吹什么 吹海螺 就是我们学基本上是吹海螺的 现在好像九母和南无这边的话 就是不是那个经堂上面 有个小小的小屋子里面 就是敲那个发动 就是咚咚咚咚咚就是这样 然后即便是这个旁生的当中的一些飞行住所 如果仅仅是听到这些声音 我就六点钟上课 七点钟上课 然后想吹一个海螺的话 那这个声音就是不管是乌鸦稀缺还是谁听到的话 那么就是上街浪住着恶趣的门 他们再也不用转生到恶趣当中 不再受生如今这么低劣的身相 那么直接提出正法的话 那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就不言而语了 所以这一点就是法王也是在西方这样讲的 我也以前说过好多期的 你们包括辅导也好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还是吹一次海螺 就是这个不是那么难的 通过听法 可以遣除自己的愚昧无知 而且遇到智者的时候 最好的礼物也是这样的一个听闻 其实两个智者就是一个讲一个听 就是我们那个极乐愿文大叔的开头哥是有 就是说是一个听一个讲的话 这是两个人做的最大的功德 因此即生当中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收获 再想一下来世收获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经中也是这样讲的 多凡上供三宝福田都连下世恶趣众生 不如听闻一次不发生 就是我们很多次的上供三宝 然后很多年都是开始对恶趣众生不如的话 这个也有一定的功德 但是你肯定比不上一节课的功德 就是这个 此外还有佛经当中说是 用七宝来造各种佛塔佛像遍布人间的话 不如听说一个四句的这种大乘佛法 比如说诸欧摩作诸善奉行 或者说是菩提心苗宝等等 就是这样的这种法 就是其实是我们用这个佛塔 其实造佛塔和造佛像是功德很大的 但是有时候跟听佛法相比较起来还是有差别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的话 听真实的法师面前的课 或者说是以前法师讲过的有些录音 就是经常讲经常听 就是每天都是听一堂课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功德非常大 有意义也是非凡 许多经论当中也曾选 对诸欧十方浩瀚刹土当中的诸佛菩萨 每天都是以种种之具来供养 诸种种的诚实 比不上听闻大乘的一个偈颂的 就是一句的偈颂的功德大 所以当时法王引用各种教证来讲给他们听法的功德 因为听闻大乘佛法是有如此大的利益 所以大家要拜托 以我来听闻这个法的善根 愿一切众生利苦得罗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问法 我们现在也是应该是这样来听闻佛法的 下面要把这一段就讲一下 前面法王真的要讲大圆满的话 首先给他们讲一下 大圆满佛王 实际上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有关系 要这里传讲的是什么法呢 在无量者之前 我等大师无以伦比的大悲尊主 叫做释迦牟尼佛 他在印第的时候看到了整个世界上 有一个叫做大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就供养如来一双邪律 还有一把吉祥草 就是这个也有不同的一些经典的说法 还有这个五百个海碑 第一次发下了 我为利益众生的这种修学菩萨道的一个殊胜的菩提心 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大释迦牟尼佛面前是这样发行的 之后就是他依靠此地心的布施 此皆安忍 精进禅地 智慧等等 这个有缘的福德资量 对 智慧没有 就是当有缘的福德资量 以及就是无我 真无无空性的无缘的智慧资量 依靠这两种资量的话 实际上是第一个二生集结当中 就是他就进行了反复为的智慧资量和加薪资 然后第二个二生集结当中 都依靠积累积资金藏 然后就是逐渐逐渐宣证了 就是基地 就是什么基西地 第一地不少 一直来自了 就是第七个不清净地 就是不清净七地 然后在三个二生集结当中 他获证了第八地 第九地 第十地的三清净地 那么十地末尾的时候 他生在毒水天的 就叫做是献善 就是白定天子 然后就是为毒水天的这些天人们 就是这个白定天子 就是给他们广传法轮 然后到了这个土阳粮 就是这个还是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法王的这个说法也是 当时我们查了确实是是非常对的 这个中夏七十月的时候 就是这个七十月的六月十五号 为了调化人生不足的众生 他从毒水天入于这个人间 就加贝勒为国的摩尼夫人的态中 然后十月圆满以后 就不说九月十天 或者说经常说是怀太十月 这个十月以后 就是他在这个南平里花园 就是从摩尼夫人的这个游泻下 没有任何病痛的情况下 就是单身 就是单身的 那么一直到就是二十九岁以前的话 就是在金黄王的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他就这个金黄王持证期间的话 一直在加毕罗为国 然后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 每天 嗯嗯对 到二十九岁的时候 就是对一切人会产生厌理性 然后就是在亲近他面前 就是这个自学自小这个头发 就是出家 就出家 然后在泥滥禅河河河边 就是每天都是只喝一滴水 就是然后只吃一粒米 经历了六粮苦心 这也是是为了教法后来这些诸位信任 实修正法的时候需要就是坚毅的苦心 才是如实显现的 其实法王的这一段 我在想那个 昨天我们都是也跟这个佛陀的十二 这个十二项传道 就是相关的一个这个开设嘛 那这里呢 基本上是就是从那个江森到最后臣服 转法论之间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十二项呢 非常巧妙的一个语言呢 就是已经描述了 就是所以这个呢 如果我们可能导演们就是一口气 就是让讲这样的 而且中间呢就是还有翻译 就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吉纯萨战于十五号 就是十五日的时候呢 在印度金刚祖实现就是正当局 然后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在六叶园 就是初转这个四地法轮 然后呢就是在灵酒山呢 就是二转五项法轮 然后在光源城堂 有所不定的地方呢 就是第三转 也就是说三分别法轮 最后呢就是上茅城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那个居士纳罗城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遣除所有作化众生的这个实质 而实现了涅槃像的 就是整个佛陀的一生就是圆满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讲课之前是有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语言 描述释迦牟尼科的这个十二项 这一生呢按照显宗的观点 讲述了佛陀出世的这个大致情况 今天就讲到这里